蝴蝶蓝是一种美丽而又神秘的花卉 它的花朵形似蝴蝶 色彩斑斓 令人赏心悦目 但是你知道吗 蝴蝶蓝的养护也有讲究 它对光照的需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蝴蝶蓝喜阴还是喜阳呢 这个问题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困惑 因为不同的资料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有些说它是喜阴之物 有些说它是喜阳之物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 因为蝴蝶蓝对光照的需求 会随着季节、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而变化 一般来说蝴蝶蓝喜欢散射光 也就是说它不喜欢阳光直射 但也不能完全没有光照 如果光线过强 会导致叶片变黄、花色变淡甚至晒伤 如果光线过弱 会影响花芽的分化 开花的数量和质量 甚至导致不开花 因此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 适当地调整蝴蝶蓝的摆放位置和方向 让它能够得到适宜的光照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 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在春夏亮季 由于阳光强烈 我们要避免将蝴蝶蓝放在 南向或西向的窗台上 最好选择东向或北向的窗台 并用窗纱或白纸等遮挡部分阳光 使其接受到柔和的散射光 如果没有窗台 也可以将其放在 离窗户一米左右的地方 并注意遮挡午后的强烈阳光 在秋冬两季 由于阳光较弱 我们要增加蝴蝶蓝的光照时间和强度 可以将其放在南向或西向的窗台上 并尽量靠近窗户 如果没有足够的自然光照 也可以使用人工灯光来补充 比如荧光灯或日光灯等 一般来说 每天给予8小时左右的人工灯光就足够了 在开花期前后 我们要特别注意 给予蝴蝶蓝适当的光照 因为这是影响其开花质量和持续时间的关键因素 一般来说 在开花前一个月左右开始增加光照 并保持在每天10小时左右 在开花后则适当减少光照 并保持在每天6小时左右 这样可以促进花色更加鲜艳 花期更加持久 以上就是我对于蝴蝶蓝洗淫 还是洗羊这个问题的回答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蝴蝶蓝的知识和技巧 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文章 请给我一个赞 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 谢谢你的阅读 祝你养花愉快